三清洞 是首爾一條非常有特色的街道 只看店鋪和這條街穿梭的人 都知道是很有生活品味的人 一會兒我們就看看去哪一間咖啡店 去享受咖啡 以前在朝鮮時代 這個區域都是上流社會的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今時今日依然會見到很多屋是韓國很傳統的房屋 就是這些有磚瓦的房屋 經過很多年之後加入了很多藝術的元素和創作 這些屋將它們變成一些很有特色的商店 韓國人真的不怕冷 就算是冬天都喜歡吃一些很冷的甜品 那好像這一間就是吃冰 叫做冰冰冰咖啡 哇 這個是我們點了的紅豆沙伯 是它們的刨冰 上面灑了很多粉 好冷 這是牛奶冰 再加了這些粉 應該是花生鵝出來的粉 這個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